大家好 家里后面有几颗鸡蛋花 这是前年的样子 可能是种子在没有挡住风的位置 到冬天后叶片就会掉光 所以在入冬前就会进行种节 去年还来不及拍摄对方又执行的种节 在修剪时每个主要的分支都还会留下一根枝叶 想要记录的原因是想知道新鸭冒出的位置 这样会比较容易做更精确矮化的参考 当然也是偷懒的方式 过程变化所需要的时间就不需要完全靠自己来了 而这院子里看似养了很悠闲的鸭子 却还有一只活动力超强的大狗 可能是在五岁所以没有冲出来 经过种节过冬 长叶的速度算很慢 几个月过去新鸭终于才慢慢长出 将影片的播放速度放慢 可以慢慢看清楚长叶的位置 新鸭是长在树干切口的位置 而不是长在精的其他位置 枝干上很像雅点的位置 并不会长出叶片 简单来说就是长在精最高的位置 这样矮化的方式就很容易拿捏了 等到入春天气转热后 长叶的速度就会加速 鸡蛋花在冬天进行千叉时 几个月下来叶片会全部掉光 很容易会误以为是千叉失败 在冬天进行千叉时 鸡蛋花几乎只会长根 天气转热后 新生的叶片才会不断长出 因此鸡蛋花要进行千叉 可以等天气转暖后才进行千叉 快的话不用一百天就会开始开花了 接着进入实际操作的环节 这颗鸡蛋花由于种子在墙边 一旁的墙有挡风的效果 因此一年四季都在开花 甚至到了冬天叶片只感觉比较少 而不会掉光 在矮化前算是做足了功课 家母是说种高一点 这样外面才可以看到很漂亮 问题是这主要是种来美化环境的 目前的高度与长势 已经影响到进出的方便性 而矮化过后长出来 可以让种子环境更为舒服 外面要欣赏的话 在墙边还是可以看到 首先将影响进出的精条先修剪掉 鸡蛋花的精硬度不高 直接用大剪刀就可以进行修剪 过程中发现不好修剪的原因 只是因为修剪角度不好使力 所以后来才改成分段进行修剪 首要目标就是先将影响进出的枝条都修剪掉 不修剪掉日后也会再次影响进出 没有生长空间就不需要太客气 不过这株鸡蛋花因为有三根主要分枝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每根主经上至少要留下一根带叶的枝条 这是因为植株的叶片很像太阳能板 与抽水马达的功能 叶片接受日照行使光合作用产生养分 叶片上的气孔则可以调节植物体内水分与温度 这也是为何修剪时虽然是执行重结 却会在每个主经上至少留下一根带叶精条的原因 除了继续制造养分 留下的叶片才有办法让叶片的扩散作用 把水分吸上来 让修剪后的精条仍有水分可以调节 第一阶段修剪完成后 从远处的视角看一下层次配置 再检查一遍是否生长后 之后会再影响进出 发现这左侧的枝条还得再进行修剪 至于层次配置问题呢 这得考量不同位置的矮化高度 接着继续修剪与矮化 首先需要确认预留吸取水分的枝叶 主要分枝上至少留下一根枝条 这先留下吸水的枝条 等长出新叶叶片旺盛后 会再修剪掉 这样整体修剪矮化才算完成 由于个人对于矮化的规划是分两个层次 前方没有空间生长的位置 修剪的最矮 背后留有多根枝条充当背景 内部则尽可能都修剪掉 除了可以更通风 也预留长叶开花的空间 修剪的时候 除非您是要做环状或球状生长 不然修剪的高度就不要完全相同 这是大部的修剪规划 修剪过程会看到金条直接掉到墙外去的 这真的是长得太高了 不过幸好这只是掉到巷子上 若是种植在楼顶就要小心注意一下 另外细腹金条修剪的位置呢 由于每根金开花时 大都会产生三根分支 如果空间足够 又想要变成很大一球 就可以修剪在三根分支的位置上方 要越大球就修剪越上方 若是觉得很有设计能力 也可以将三根分支 采用不同高度进行修剪 反正长出新叶的位置 是在修剪后的上方 这里的空间受围墙影响 就不再增加日后整理的难度了 另外有个种子在花盆上 时常出现的状况 就是金长得非常长 才开始长叶开花 依据修剪长叶的位置呢 或许可以将金修剪矮化 等开口长出新叶后 再留下不同的精条 这样就可以解决 只长精不长叶的困扰 毕竟从影片的前段可以发现 修剪缺口的位置 会冒出不同的雅点 只是是否会一样 习惯性长出三个雅点呢 就有待日后观察了 毕竟跟人家庭院里的大狗不熟 除了不敢照镜观察 也不好意思主人在的时候 进去拍摄 每次只看到主人带出来时 一直要爆充的感觉 谢谢收看